柔佛今天一早就迎来雨天 在永平其中一间投票中心 外头有个小斜坡 雨天路滑 老人家坐轮椅经过时 必须格外小心 那更多详情 我们来看柔佛特派记者许文杰 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是的主播 记者现在就在永平国小 那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呢 是从早上七八点开始 我们从新山下来永平这边的时候呢 就下起倾盆大雨 可是现在十二点多的这个 是开始放晴了 那说回今天早上的这个投票情况吧 今天早上呢 从大约八点多开始 八点他们就准时进去投票 那记者观察到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都是长辈 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长辈们 那另一方面呢 可以观察到呢 比较少看起来像手头族 又或者是年轻一族的这个选民 出现在这间投票中心的 那另一方面呢 我特别要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哦 就是呢 这个斜坡呢 有一点危险 因为刚才呢 我们记者就有目击到呢 有一位老人家坐轮椅嘛 当他们 他们从这边出来的时候 他们当他们经过这个斜坡的时候 稍微不留意 所以你可以幻想那个轮椅就会有一个速度往下冲这样子 所以刚才有一个老人家呢 他滑到这边的时候呢 他是身体往前倾的 而且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 就是幸好他抓得够稳那个把手 所以他才没有整个人从头部这边直接往下掉下去 所以这个斜坡我们也有跟当局反应了 就是要特别的留意要特别的小心 那另一方面呢 今天早上呢 这些当老人家进来的时候呢 长辈们啊 选委会官员也非常贴心 就会准备椅子给他们 然后也会带领他们撑伞啊 包括就是带领他们进去这个投票中心投票 另一方面呢 今天早上 国阵亚一旦国籍候选人 那都是李渝加湘和他的妻子 以及永平的州议员林天顺呢 也来到这间投票中心投票 今天虽然呢 一早呢 就下起雨 但是呢 他不阻我们的这些选民出来投票 那么一开始呢 从第一个 就是从八点到十点 两个小时的投票率来看呢 虽然比上街来的少 但是呢 有不少的民众呢 一早就来投下这神圣的一票 主要是大家都担心 这个是个长命雨 如果长命雨的话 可能下午呢 他会出现这个青棚大雨 是的 虽然天空不作美 可是呢 就希望大家 毕竟五年一次嘛 希望大家还是趁机在今天 一定要出来履行公民责任 好的 以上就是记者人在柔佛永平这边 掌握到一些投票情况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给朋友主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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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